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在执政之后将兑现他的承诺 将4月7号定为台湾的言论自由日 那么对于蔡英文的呼吁 民进党立委已经提案交付审查 认为这是纪念郑南荣对台湾言论自由的牺牲奉献 不过国民党立委则认为 国民党民进党应该先着眼于其他的民生议题 不应该在这个时候挑起意识形态的争议 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公布室 跟我们先介绍一下当年整个郑南荣他自焚这个事件 还有您认为他对台湾民主的意义 对 国民党占领台湾之后就颁布了一个戒严令 这里就取消这个言论自由 结设自由就是说严禁报警 我们知道当时还发生过雷震那个自由中国案 把雷震抓起来也判了很重的刑 还有百扬 这个大力水手也给判刑 还有美丽岛这个杂志也抓了很多人判了很多人 所以当时就是没有言论自由 但是1987年解除了戒严 开始走向民主化 言论开始自由 也可以民进党很多党派都组建起来了 但是1987年戒严到真正的实行言论自由 还是有一段过程 这里面就是牵扯两个 一个就是台独的言论 当时还是法律不受保护 还有一些像马克思主义 这些左派的言论也不受保护的 真男人他是一个政农家 他自己也办一个杂志 办了很多杂志 当时办一个杂志叫自由时代 他的主张就是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 就是建言之后 你还没有彻底百分之八十 百分之七十 我要百分之百 就是台独的言论也要受法律的保护 所以他主张台湾独立 又主张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 所以他在88年底 在他的自由时代杂志上 颁布了一个台湾未来共和国的宪法草案 那个是很忌讳的 虽然解除戒严了 但是说这种台独的言论 还是根据当时的刑法100条的话 还是触犯这个机会的 刑法100条是规定就是说 你有这个内乱的这样一个意图 你就构成犯罪了 就是你的言论就构成犯罪 所以他就是来冲撞这个刑法100条 然后办不出来之后 国民党就警察就抓他 抓他的时候 他就把自己锁在这个办公室 所以说在1989年4月7号 那警察就冲进去的时候 他就说这个 你们就是说不能抓到我的人 你只能抓到我的这个尸体 那个时候他就点这个汽油 把自己给自焚 他自焚之后这个事件影响很大 在他祭奠的那一天 还有另外一个人也给自焚了 所以当时这个影响是非常大 冲撞就是对言论自由的最后的一个框线 就是对台独言论的一个框线 所以郑南瑞事件标志着台湾言论自由的一个彻底化 后来因为这个事件影响 1992年中华民国就修改刑法100条 就是说你除了有这个意图之外 你最关键的是你有行为 你才构成这个内乱罪 言论这个层次不算犯罪 所以台独的言论 包括马克思主义很多的言论 后来我在台湾去看到他们那个 会舞这个五星红旗 在那个这些都属于言论自由的一个层面 所以这4月7号定位这个言论自由日 蔡英文又提出要整个国家要定位 这个言论自由日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一个进步 然后呢也会成为一个亚洲民主的一个典范 也会登出中国大陆在言论自由方面 进行一个学习一个推进 好的 感谢郭牧师对于这个郑南荣自焚事件的介绍 不过台北的武汉教授 究竟这个郑南荣的历史定位在台湾 是不是朝野是一致的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定定言论自由日的 这八个县市都是绿营执政的 然后蔡英文是说他执政之后 会变成国家的这个言论自由日 那么两年前台湾还有学者说 郑南荣他的这个做法不是劣势 而是像伊斯兰的自杀炸弹客 您认为现在朝野对于这个郑南荣的历史定位 还是处于一个分裂 还是说已经比较有一致的共识了呢 武汉武教授 我个人的看法是他还是没有共识 他只是在民进党内部的一个共识 那么郑南荣在这个台湾的民主运动过程里面 他是也其中的一份子 那么如果假如从这个整个台湾民主运动的发展来看 有很多关键的时点还有事件 它的意义远比这个郑南荣这个自焚事件要来的大得多 比方说像美丽岛事件 它就是它是甚至于在戒严时期的一个一个活动 那么当时的这些美丽岛这个受难的人 都是等于是提着头颅再去去跟这个体制来对抗 那么后来到了1986年这个民进党主党 它也是一个很关键性的一个问题 所以才促成了这个1987年国民党解除戒严 开放党禁报禁 那么1989是在解除戒严 然后在这个开始发展之后 那么所以当时当然在这个言论开放的程度 尺度上面还是差很多 跟现在来看那简直还是不可同日而遇 可是当时也有很多民进党的人士 甚至于党外的从事民主运动的人士 大家都在冲撞这个体制 甚至于包括当时的这个朱高正当立法委员 那么人家人称他是用暴力问证 跳上这个立法院的这个议事桌 然后撕毁了这个预算书等等的这种作为 在当时也是这个惊天一举啊 那么所以很多事情那只是说 因为制焚他在抗疫事件中 他是一个非常惨烈的一个基点 所以会对社会造成很大的一种影响 那么跟自杀炸弹客来讲呢 因为制焚只是伤害自己 他不会造成其他人的 所以他比较获得回响 那么自杀炸弹客因为会伤害到别人 而且造成社会的动乱比较不被认同 那么我觉得郑南荣 他当然他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所以为了争取言论自由 这件事情是值得去这个 这个这个嘉许的 或者是肯定的 那但是呢 作为一个言论自由日来讲 那么成为一个国家的一个纪念日 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有待商榷 好的感谢武汉教授 那郭牧师您怎么看 另外就是这个郑南荣当年用自焚 这样的手段来争取言论自由 对比现在的大陆跟香港 你觉得有什么歧视 尤其是我们看到大陆的言论自由 现在这个巴拿马文件草的沸沸扬扬扬 但是他却在国内完全近身不提 那香港的例子则是最近有一部电影 十年刚好也是有一个自焚者的这个环节 也是谈到提港独 结果有自焚这样一个激烈的手段 您认为郑南荣他的故事 对照今日的香港跟大陆有什么歧视 我首先回应一下吴教授 我觉得这个言论自由台湾的民主 是一个亚洲的典范 也是台湾最具优势的一个价值 所以把言论自由日定为一个国家的节日 这个台湾的价值在国际大家庭中 会得到提升 所以这个把言论自由定为国家日 这个我是表示肯定的 另外对这个香港 对中国大陆有很大的这个歧视 震荡论事件最关键的说明 它有百分之百的这个言论自由 就是包括独立的这个论述 也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 你比方说香港 这个十年这个电影 它就讲的是一种 本土意识的一种高涨 还有那个学院 香港大学学院杂志的时候 推出香港民族论 前几天还成立一个香港民族党 一成立之后 那个国务院港澳办 特区政府 都是狠狠地谴责他们 就是说你这个港都对言论 威胁国家 就是说实际上这些都属于 言论的一个层次 言论自由的层次 你像这个加拿大的魁北克城独立 美国德克萨斯要独立 苏格兰要独立 这个它都是容忍的 言论自由的层次 所以对这个港都的这种趋势 实际上它也是 应该受到言论自由保护 你香港基本法都写着 香港市民运用这个言论自由的权利 所以没必要对港都的这些行为 言行 进行这个取缔 或者谴责 甚至抓人 这是没必要的 当然那就是说 对中国大陆来说 那这个差的根源 就像以前人们说的 这个台湾是这个民主 多和少的问题 大陆是有和无的问题 你看这个最近呢 就是有四个广州的这个维权人士 他们支持香港的战众 就是前天就判了那个四年刑 还有一个深圳的作家叫天佑的 他在这个网上随便写了几句话 就粉刺这个彭丽媛第一夫人 想学武则天嘛 就抓起来就拘留了五天呢 还有最著名的这个诺贝尔和平奖 这个刘晓波 也判了十多年 现在还要劳力 他主要也是写文章嘛 他没做什么事情呢 写文章就判了十多年 所以你就看到就是说 如果台湾订定一个 国家性的一个言论自由日 对中国大陆呢 是非常具有这种示范的作用 才显示出台湾的一个价值 对东亚的民主啊 可以起到一个灯塔引领的作用 这就是台湾的价值所在 好的 那么吴焊教授 简单回应一下 谈一谈您对这个中港台 目前这个言论自由的现况 有什么样的看法 跟我们这个话题做个总结 在台湾来讲 现在言论自由已经不是问题 所以你任何的主张都可以提出来 只要不是付出行动 有损国家社会都没有问题 特别刚刚郭牧师讲 那刑法一百条 那么一百条修正 就是修正了那个处罚阴谋 那么阴谋那个部分把它拿掉了 所以一定要有具体的行动 才作为刑罚这个处罚的依据 那么所以在言论自由 现在在台湾没有问题 可是在我们相对的看到香港这个部分呢 香港过去在英国人统治的时候呢 应该言论自由还算是不错的 那么可是到了这个 我们这个回归之后 我们看到言论自由的确 它是有受到一些这个限制 那么特别是最近我们也看到 一个杂志去这个报道 有关习近平的一些问题 也都被这个抓 这个当事人会被抓起来 或者怎么样 那当然香港现在目前是在 中共的统治底下 那么要如何去争取这个言论自由 我觉得还有一段路要走 那么事实上在这个问题上面 台湾的整个发展是 应该是可以给这个香港 做一些借鉴 那么至于在大陆呢 我认为在大陆 它还是真的是有需要 很积极努力的去争取这个问题 因为民主自由从来不是 从外来的 或者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而是它有在地的一种特性 需要在地的人推动 自己推动自己的民主 推动自己的自由 才有办法争取到 好的 感谢武汉 那我们不要教训